爆料他拿出了两年前有民众来的检举信 说大华超市在南加州奇诺市开分店所用的地 都是和一家Argent公司所成真的 Argent听起来是不是很像Argent的谐音呢 确实这种拼法在英文当中也很少见 而这间公司邱章认为就和吴淑珍有关 还说陈志忠投资大华在加州确切的地点就有三处 陈志忠还持有大华30%的股权 拿出两年前民众的检举信 邱章说大华超市在加州奇诺市开分店的地 都是和一家叫Argent公司全租的 Company叫做Argent 他们认为南加州的华人认为那就是Argent公司 然后呢他拥有大华超市30%的股权 然后他们跟大华超市的合作方式是 他买地然后租给大华 邱章表示Argent公司买了加州奇诺市的某块地 之后租给大华超市 还说Argent公司与吴淑贞阿贞同一 怀疑同时拥有大华超市 30%股权的陈志忠 同时又租地给大华赚两笔钱 他等于拨大华超市两成皮 一个是分30%的红利 另外一个就是拿租金收大华的租金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蛮符合他们成家做事的方式 邱章还说陈志忠在加州投资大华确定地点就有三个地方 对 听说陈志忠还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Roland Heights 在Azusa跟Kalima 那个焦点的Ranch 99 还有一个就是钻石广场 Diamond Plaza也在Roland Heights 陈志忠除了投资加州奇诺市的一间大华超市 加州罗兰钢的大华超市 与钻石广场还有两间 邱章指振莉莉 邮带减调 主不理清 中日新闻 李鸿杰 李嘉元 SN95台北 参谋岛